我在海鮮養桃鍋裡面 居然有兩種米耶 嗯 它其實真的滿暖嫩的 它鮪魚上面有魚子醬分金箔 我等一下一定要來吃吃看 太好吃了吧 以後吃不到怎麼辦 小資女孩 兩明亞明 哈囉我是小資女孩Judy 今天呢我要帶大家來逛 OLED附近的一家日本料理店 為什麼特別介紹它呢 因為他們家有一個很厲害的特點 有創意的日本料理喔 到底有多創意呢 我們來去看看吧 好我到了 它就在這裡 位於這裡二館的六樓 在我進去之前呢 請大家幫我一個忙 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喔 謝謝 走吧 好啦我已經到了 我先來看看它的菜單好了 哇你看 哇你看 它這裡有一個叫做 當貝漢堡耶 馬卡龍霧壽司 這裡到底是甜的還是鹹的呢 我們不然我們進去一看究竟 好啦走吧 哇 哇我今天這個菜豐盛了吧 你看我這邊有生魚片啊 有熟食然後還有海鮮粥 我剛剛在進來之前 我就一直看到menu上面有一個很特殊的創意食材 這菜就叫做干貝漢堡 它的北海道大干貝啊 它有用那個噴槍去烘烤過 你吃進去的味道它是有一點炙燒的味道 我的雪場蟹裡面有包薄荷葉 所以它刺激我味蕾的時候是那種香香的薄荷味先散發出來 再跟我的雪場蟹的和風醬汁做結合 吃起來真的蠻入口即化的 很奇妙耶 酪梨的暖嫩程度 加上海膽然後再加上干貝 我覺得蠻不錯的 下一道料理就叫做馬卡龍壽司 現在桌上有12種口味耶 好我今天來吃吃看海膽和壽司 它的海膽品質是好的 這個厚度分量我都覺得很剛好 馬卡龍壽司上面 它們每一個點綴的東西都不太一樣耶 日本青魚上面呢 它們點綴的就是食用花 這個啊也是日本青魚 但它上面搭配的啊 是辣蘿蔔泥 這個是鮪魚 它鮪魚上面有魚子醬跟筋箔 我等一下一定要來吃吃看 因為我這輩子應該也沒有吃過魚子醬 鮭魚馬卡龍壽司 它上面是金山寺產地的味噌 蠻特別的 我現在就要來嘗試看看 我剛剛一直很想吃的鮪魚 前期吃進去的時候 是鮪魚的新鮮肥厚程度 跟魚的鮮味 但是到後面就會有魚子醬的口味進來 一層一層加上去 蠻有趣 而且它其實加一點經過 它是有點點綴它的那個亮點的感覺 像我身邊的朋友啊 都不太敢吃海鮮啊 或者是會對海鮮過敏 那我現在來介紹一款就是你們肉食都喜歡吃的 陶板醬骰子牛肉 它其實真的蠻暖嫩的 而且它的陶板醬啊 又俗稱他們的黑醬 他們是有加一點黑胡椒的味道去做搭配 然後再加上他們也有用洋蔥來熬煮這個醬汁 所以就會有甜味 因為我覺得真的很推薦給肉控的朋友們喔 吃完這個啊 其實我覺得蠻適合搭配一些什麼日本的糙米飯啊 或什麼的 剛好 我在好鮮釀桃鍋裡面居然有兩種米耶 兩種米一種是台灣米 一種是泰國香米 然後他們先用泰國香米去炸鍋 放進去之後它就啵啵啵啵啵啵啵 像那種彈跳米一樣 它兩種米已經很特別了 更厲害的還有什麼呢 它裡面的料非常的多 有鮭魚肉 蝦子 斑立貝 干貝 它的那個湯頭是有龍蝦的香甜味沒有錯 但是更讓我驚艷的是 也有一些蔬菜的那種香甜味 回甘之後是整個甜味在嘴巴裡面 我先吃吃看干貝 它的干貝啊非常的有嚼勁 舌尖感受它的時候 其實它一入口滑開的感覺 然後非常的香 我來吃吃看那兩種米的差別 泰國米啊因為炸過 所以它的口感比較偏脆 那我就覺得它們兩個搭在一起 一萬的非常的大喔 今天啊我這樣子逛下來啊 我真的是有嚇到就覺得 居然在台北的內湖outlet 樓上還有這種創意的日本料理 然後我這麼喜歡生魚片 這麼喜歡日本料理的人居然不知道這邊 我下次一定要帶我爸爸一起來嘗嘗看看